脱发的患者 我们有时会用 脱发的患者 我们有时会用脱发酸干来治疗 但是不是所有类型的脱发 都能用脱发酸干的 比如说脱发可能是由 雄激素性脱发 斑突 也有可能是属于 休止期脱发 生长期脱发等等 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型 来选择用药 比如说斑突的患者 我们倒是在进行期 可以选择使用 复方肝草酸干来治疗 复方肝草酸干 它是属于一种 具有激素样的作用 但没有激素样副作用的药物 它是从肝草当中 提取的一种物质 对于进行期的斑突患者来说 它是适用的 可以用来治疗 但是对于 已经达到恢复器的 斑突的患者来说 就可以不用去使用了 脱发一定要分清它的原因 对于我们雄激素性脱发来说 最根本的治疗 其实就是口服 非纳雄安 同时呢 可以选择局部 外用米诺地尔丁 还可以选择使用 微针治疗 或者是一些中药的治疗 还可以选择局部进行 我们的微针的治疗等等 对于斑突来说 那么局部的用药 我们就可以选择 激素类的药膏 或者是选择 米诺地尔来治疗 当然患者产生 斑突的原因非常重要 一定要去除 它产生的诱因 对于其他类型的脱发 也要根据病因来治疗 比如说 对于细菌性毛囊炎 产生的突发性毛囊炎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它的情况 来采取局部进行封闭治疗 或者是抗感染的治疗 当感染控制之后 我们再去治疗它的脱发 但是这种突发性毛囊炎的脱发 是非常顽固的 一般来说非常难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